打过第一 你今天这个你这个红蝶 我今天还在说老杨这手红蝶 掏的是不错 但是我不知道他熟练度怎么样 你跟你讲今天我其实 你可能可能有迎面 我闪现提前交 但是我想的是什么呢 我给你讲一下 我想的是把条件是杀了 我能打一个传统手蚁 我当时我蕴子 我胆都防了就 哎呀被你闪现提前交不交 其实差的不多 因为你有可能脱不出 后面的一个开门战的技能的 因为你机子拦不到嘛 你除非要么就是什么呢 当时底牌切船去手机子打 可能 我当时是想的是 就是把他杀了以后 我只要能打到拦截 估计小手肯定救不下来 因为我飞到他脸上 直接给了一刀 你要是把闪现交了 我就拦截不到估计小手 直接开车到脸上了 我当时想这么想 我抓多久都行 只要能守到拦截我就赢了 但是那一波没想到被偷了 开车偷都撩 我这边开了 我这边闪现CD55 54 53 可以可以 这边心理学家被绕走 低宝还是意识到了吗 没有 耳鸣给了 一花这边给的耳鸣 那么这波低宝 起一花吗 我觉得黑漆鬼屋了 红夫人 骗护币是可以的 抓是肯定抓不了佣兵的 我觉得护币都没必要骗 因为你浪费的一点 对对对 根本没必要去 看都不要多看他一眼 我觉得这把男狗的好 男狗的好 男这波绕着给 这把绕懵了 这把这波选点就是为了抓他 他这局也只能抓他 所以说我觉得这把他不如选红蝶 他这把选红蝶 他又不是你对不对 万一这红蝶 他自己熟练度不够 他不敢逃 他不是红蝶 你要想 比赛我们选手考虑的不是说熟练度 我觉得我认为 首先你要考虑容缩率 你熟练度再低 我红蝶熟练度那把 我觉得有机会秒杀那个小九的 但是我熟练度低 但是我容错率高啊 不不不 红蝶这个角色真的不是 我觉得你当时拿这种红蝶 如果说你跟我说 你两个月没碰红蝶 其实是很有风险的 小王也不敢让我拿 我让拿吧 因为什么我比赛前 给大龙练了两把红蝶 练安逸的 练安逸的红蝶 我一想我也拿我也拿 这红蝶这个角色 跟蜘蛛一样的 他太吃熟练度 哎呦这波再交勾漂亮 哎呀这把我觉得这个 哎呀 他虽然他的红蝶熟练度非常高啊 兄弟嘛 我看过他打新年赛 以及他之前的比赛 红蝶熟练度 红蝶熟练度非常高 但是 这边闪现开第一刀了 你扎张一剑这种角色啊 这种角色就是 你起镜子我给钩子 你很难受 对 红蝶抓病患 想想当年取悦在 军工厂内吧 真的难受 你看这个手带度转进去了 各种转角度非常手练度高 但这把电击我觉得不是特别快 这把电击够了 总量加起来已经三台了 你看300%的机子 这个机子够的 这个机子是什么呢 就是傭兵就一波 古董商就一波 打一波私人开门战 就除非这边出震慑 不出震慑 我觉得私人开门战 但是啊兄弟嘛 红蝶还是有平面 因为他开门战 你只要是一个挂飞 他平面还是 开门战把B换表了 但你说有没有可能 这边待会傭兵把后币带过来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再战就一个挂 就军过来就一个挂 看这个飞轮吧 我觉得开门战飞轮能留着 就是看飞轮能不能吃掉一个镜子 我觉得有机会 下一波就古董商来救吧 应该因为古董商这轮是70多的机子 刚好这边病患倒地 挂上 我其实觉得红蝶 我其实觉得 第一宝既然进种局了 没有必要去起镜的干扰间机 因为你这边会26这个26时间很难受的 这波如果扛一刀结束了游戏 结束了结束了了结束了了 这刀扛住就没了 这波奔赴你觉得打的怎么样 有没有必要来来保这种 有必要啊 现在不给二挂呀 你这波不给二挂 你开门战你 红蝶人压力可就小多了 那如果说这一波没有能够扛到呢 那古董那这边过来机子会不会不够 那我刚充完电机啊 我刚充完你本来就是要来乔上机修补电机的 我本来就是要来补电机的 你这边有机会扛一个镜子可是27秒 这27秒的节奏你想想你把机里放弃 剩下的两个人都在有事干嘛 而且现在你看中猪有三刀啊 中猪能吃三刀的 我基本上不怕你的 他这波主要是一个无损的一个奔赴 就我刚好是路过的那种奔赴 他不是大老远跑过来的 现在只要张绿剑和不上挂飞 这局人类压力小得压皮 这个飞轮交了你觉得亏不亏 飞轮交了我认为是有点亏 因为毕竟这个白纸还是能OB 拿命OB就行了 不给上挂就行了 对他拖一拖把这个兵换一下来 然后吃一刀机子亮 他可能想的更稳吧 你想想 对他这样的话是什么呢 他这样的话可以贴门 去二楼 对对对去二楼 还有开个贴门 这边去二楼 这边看飞轮没去二楼吗 我觉得飞轮往二楼顶啊 对飞轮交了 我就忘了这次 我就忘了刚交完我都忘了 人挂上是个二挂 佣兵的话这边顶出来 因为佣兵能往外顶 说实话这边滴宝只能堵一个镜子 他就抬个镜子能抬到东西吗 通缉到了佣兵 哎通缉到佣兵有没有说法 抬个镜子把佣兵打一刀 没啥说法 没啥说法 怎么可能啊 不不不你看古董商的位置 你看古董商的位置 不是 这滴宝不知道啊 滴宝哪知道 咱们是上帝是呀 滴宝不知道其他俩人在干嘛 对啊 他这边首飞 首飞之后 是不是有机会 滴宝甚至以为这个门开了 你别说 这把人类打的我有点没看懂 这边佣兵过来干嘛呀 这边想救人 想卡一个波位战 这边要再卡一个位 啊 不卡 闪现给他了 也行 这波闪眼给的很好 对我反手 佣兵没法30秒 这边一个镜子把兵换杀了 对啊 这算是为什么呀 他们过来救人是什么情况呀 我有点看不懂 就三杀局 他们打了个平局 非常的OK 这三跑局 你就说平没平吧 我们就喜欢平 这把我觉得人类打的不应该呀 你要想开门战 这个兵换还是给压门的时间呢 这两个门首先是 他快飞了都没开门 这就是我刚跟你说的 因为古董上的位置不好 如果说当时这边的那个 他再不好有飞轮呢 你要想他再不好有飞轮呢 他们就想过来佣兵给压力 但没想到低宝这边 那么投这么铁过来 就把这佣兵给抓了 这你总不可能再过来救一波 然后再送一个吧 这一波指挥 我觉得他们斗舞出问题了 对 就算低宝再厉害 他不能左右这局的对局了 我认为 因为他打人心表的镜子 对 上帝视角来看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对 我认为低宝 他就算处理的再好 他没法左右这局的 因为两个人给时间压门 两个人没去赶压门的情况下 佣兵还过来卖命救 你这波卖命救 低宝再有闪现 没切底牌的情况下 把佣兵秒了 那真的是随便秒 因为你这边救下来吃一刀 救下来 我再给你一个闪现 你又没了 你没倒我原地 所以我一个镜子把兵换刷了 按理说 这个非常简单